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Kyle 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些輕鬆的主題 其實最近比較Hit 有一個AI對答的平台 就叫ChatsGPT 這個平台一出就非常火爆 短短幾天之間 用戶的登記量非常龐大 我也是其中一個登記了用ChatsGPT 其實這個ChatsGPT除了是一個對答的平台之外 它還有很多很有用的功能 如果自己試過一些什麼 就是有學生問我 如果他是想做一些信件的Template 其實這些我們也可以用這個ChatsGPT 簡單地找一問他 他就整份Template就做出來 甚至乎如果你說你是一些IT的人士 你想寫一些programs 一些script 你告訴他我是用這個language 我想寫一個script的功能是怎樣 你可以這樣說給他聽 他可以很快之間 是要10秒至20秒之間 將整個script射出來 而且是沒有bug的 非常之強勁的 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玩一下這個平台 因為始終是一個新的科技 亦都大家想了解一件事 就是這個AI出現之後 有沒有一些行業將會被取代 現在來說其實有些人都擔心著 其實他這麼厲害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工種上 可能會被他取代 今天我們就一起玩一下這個平台 如何去做 大家看到這個ChatsGPT的平台 其實只要大家輸入這個網址的話 再加上一個登入的話 你就可以用了 下面就有個位置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界面 你只要把你的問題輸入在下面 他就會自動出答案給你看 我們可以試一下 我已經預設了一些問題 想問他 第一題就是非常簡單 直接 叫這個平台 列出20個 最有可能會被AI取代的行業 看看他怎樣回答 大家看到他都很快對答 當然他都要做少少的運算 根據他自己內部的一些資訊 當然他是用一個很大量的人手 將一些不同的資訊輸入 然後經過他的AI的運算之後 就出現了以下的一些結果 但我也是第一次做的 所以這個答案我都沒有提過 中文來說 他會比較是需要長少少時間去翻譯 如果用英文去對答 他是非常快的 好了 那就看到了 一起看看有什麼行業 第一個就是製造業 第二個是零售業 第三是餐飲 農業 銀行 或者銀行都會影響了 保險業 證券業 這些是屬於金融行業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也有些影響 法律行業 我想這個可能是一些事務律師上的工作 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 也有 電訊 這個很合理 運輸業 運輸業都被影響了 可能是一些全自動化的分流 就是全自動的汽車駕駛 這些可能取代了運輸業的人員 這些 鋪鑽 自動化 酒店業 資訊科技 IT 其實本身也挺滿足的 而且IT的人工也很高 在這下來說 現在有機會被AI蜇動 媒體 媒體這個一向都有提提 現在可能會有一些 有些叫做AI的記者 這些都會是比較好的 教育行業 大家知道現在很多的教育的工作 或者是補習上面的東西 都可以給這個AI 因為其實你問他 他會回答你的 補習武士這一方面就真的有些影響了 繼而其實一個傳統的教育行業 一定會被衝擊的 再下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管理 OK 好 再看下去 這個市場營銷 即是這個Marketing的行業 都可以理解的 因為現在很多都是數據化 很多市場上的資訊不斷去變 或者策略都變 有時候人未必是跟得上那麼快 AI就比較在數據上會做得好一些 還有一些客戶服務 大家經常打電話 電話打電話給銀行 等十幾二十分鐘才能接電話 如果用AI做對答的話 即時已經可以處理到一些問題 而且它已經是人性化了 不是說你選擇問題去回答 回答你 現在你直接把你的問題輸入 它已經懂得回答你 所以這個customer service這一方面 可以用AI做得非常之好 非常之快捷 當然它後面都很公道的 有些文字要講解一點點 究竟我們怎樣看呢 最需要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AI取代的速度和影響的程度 會因行業職位以及技倫的意義 所以某些職位可能會受到部分的影響 而某些職位可能完全被取代了 即是說有些職業受影響 看看可否AI和人手並存 始終人是有特性的 有創造性的 有些是沒有創造性的 純粹是手作東西的 那些會被取代也不頂 因此以這個列表就是一個近公參考 並不代表所有行業都會受到AI的影響 那大家知道我就是教授大家 是怎樣去達到財務自由 那我就以這個英國物業投資 作為一個工具 給大家製造一個被動收入 那我自己參加我的分享會 和上課的學生的人數 超過一萬人 那在我有記錄裡面 已經成功買到英國物業的投資者 已經是超過600個人 所以我們都是一直在幫大家 去達到財務自由的 那其實我自己有部份學生 已經達到了財務自由的 那最少的資金可以做到的 就是8、5萬的同學 已經可以做到財務自由都可以的 那非常之恐怖 那事不宜遲 我們先試試第二題 那這題是什麼呢 假設我是一位35歲人士 已婚有一位小朋友 現時有收入的穩定 但是我的行業即將會被AI取代的 那我應該可以怎樣做好準備 以應對未來有可能失業的問題 那就看他怎樣回答 那這個就是這個Chess GPT很厲害的東西 那他可以人性化地去理解這個問題 就是消化完之後 就再給出一個答案和建議 那你也可以當他是一個顧問 那當然他的答案 是不是一定100%準確呢 不是的 因為他都是不斷地去調整 而且他不斷去學習當中 我自己試過不同的問題 那他的答案都算是中橫的 那他就答了什麼呢 面對AI可能取代你的行業 那以下一些事情可以做 應對失業的問題 那第一就是重新定義你的職埋 考慮轉職或轉行 尋求不被AI影響的職業的機會 或者發展自己的技能 那以跨入新的領域 那我相信AI出現 都會令到這個行業上 有很大的反天覆地的改變 那另外就持續進修和學習 繼續學習提高自己的技能和專業知識 就是以適應變化中的工作市場 不是需求 那就是這個活到老、學到老 那保持彈性和多元化 那探索多一點的收入來源 例如是開創你的副業、投資 以減少單一收入來源的風險 增加自己的收入和儲蓄 就是你開源 多方面的收入 不要只是單一靠一份工作 加入多些社群的網絡 加入相關的社群網絡 就掌握行業最新的動態和趨勢 建立人際關係、人物、市場 開拓未來的職業機會 這個是識人好的識字 另外就保持積極的態度 不要懼怕變化 因為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潛力 尋求幫助和支持 保持積極態度和自信心 以應對未來的挑戰 那這裏他回答了 就是一個行業被影響時的做法 當然他就沒有特別去說明 有多少歲或是有小朋友之類的 暫時還是沒有放進去 但是可能你這樣看的話 其實這一堆的答案 這堆建議 無論你是否35歲也好 應該都適合用的 以下我就再問問一些 關於物業投資的問題 但檢查GPT是怎樣去回答的 再問一下 若果我未成為業主的 你會否認為我應該開始 考慮購買物業出租 以收取租金收入 什麼時候及如何開始比較好呢 答案就出了 他下面有一些 是關於物業投資的建議 他就說 這個物業投資是可以帶來 穩定的現金流 在購買物業出租前 要考慮以下的因素 包括了 第一就是財務的能力 評估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財務能力 去給這個房子的貸款 物業的管理費 稅 保險等等的支出 一定要保留 儲蓄 以應對額外的開支 以及維修的費用 這個屋中行 要做一些市場調查 購買物業之前 必須了解當地物業的市場情況 包括租金水平 供應需求 物業種類 物業管理公司等等 因為這裡我就沒有說明 是投資哪一個物業的市場 他都是說一些比較大路一點的 一些普通的答案 另外就是風險評估 物業出租以及風險 例如租客會拖欠到金 維修費會增加 物業價值下跌等等 所以要評估這個風險 採取風險管理的策略 如購買適當的保險 為緊急的情況 預留一定的現金等等 這個就是要 在風險上的管理做得好 另外就是管理的需要 物業出租是需要管理的 包括維修、清潔、找租客 這些如果你是沒有時間管理的話 就需要一些管理公司幫你去做 都是可以用一些勇氣盡去幫忙的 要這麼說 你評估了這些因素 認為這個出租物業是一個 適合你的投資的話 就可以考慮一下步驟 就是去尋找適合的物業 尋找一個地區 找這個合適的物業的價值、位置、租金水平的地方 另外就是看一看這些帳戶的計劃 看看自己的財務能力 可不可以承受到這個利息 同時就是制定你的投資的計劃 可以考慮長期和短期的收益和風險 做好評估 租戶的管理、選擇戶的租戶 簽合約、簽租約 遵從裡面的條件 這個都可以 好了,物業管理 他回答到這裡就停了 這些AI未必是很完全的 做得很好 有時候會停在這裡 大約我都會這樣說 他會說如果你是沒有充足的時間的話 就可以去找一些物業管理公司 就是聽起來幫你管理好物業 令到自己比較可以輕盛一點 這個就是這一題了 再下 如果真的想定了想投資的話 有什麼的做法 可以去參考 我這裡寫了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經常都會去研究 就是坊間在YouTube上 有很多物業投資資訊 我已經吸收了很多方面的資訊 我認為 問一下這個系統 你認為我有沒有必要再找一位 專業的導師去教我 如何去投資呢 答案就出來了 他怎樣回答呢 就是雖然坊間和YouTube上 對於物業投資資訊豐富 但是尋找一位專業的導師 仍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尤其對於初次的投資者來說 以下都有三個原因 第一就是專業知識 因為專業的導師可能會給坊間 和YouTube上的資訊 根據深度和廣度 並能夠提供更具體的建議和策略 第二就是個性化的建議 因為專業的導師可以根據你個人的目標和狀況 為你提供更具體的建議和策略 幫助你制定更合適的投資計劃 第三就是實踐經驗 因為豐富經驗的導師可以分享自己的投資經驗和教訓 並且幫助你避免一些常見的投資錯誤 避免你走過一些冤枉的路 當然如果你有足夠的知識和信心 你也可以自己進行投資 而不需要找一位專業導師 但無論如何 投資都是一個風險和收益並存的過程 請確保你已經評估了風險 並且制定好這個風險管理策略 遵守這個投資計劃 另外順便問他 如果風險承受能力不高 除了購買物業之外 還有哪些投資是比較安全和回顧理想的呢 我問完這條問題之後 他得出來的答案是有五個建議的 除了物業投資之外 下面一些比較安全的投資建議 第一就是存款 即是你放些錢在銀行收利息 這個風險是不低的 當然風險低 回顧也會相對低一點 第二就是固定收益的投資 包括一些債券 公共的債券 優先股等等 這些風險都是比較低的 存款的 給存款回報率會高一點點 一般都是這樣的 第三竟然是股息的股票 可能股價不是上落太大 但是收息為主的股票也是的 指數類型的基金 指數類型的基金一般的風險會較低的 當然你要看市場 如果指數的基金買了廣股的話 可能會比較慘一點 如果指數基金是買一些美國的股票的指數基金 這樣可能會相對好一點點 養老金 這個我怎樣去看呢 因為其實養老金有儲蓄計劃 例如年金那類 比較穩定一點 其實養老金有分兩種 有一種就是沒有投資成分 有一種就是有投資成分 如果沒有投資成分那種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像是儲蓄 但是有些就是 它是買基金類型的 那些就比較風險大一點 因為大家知道養老金 其實都有很多種類型 有一些類型就是 給現在的人工下去 就給現在的老人家去拿的 就是說你供那份不是供給自己將來的 你是供給現在的老人家的 到你老了 到你要收的時間 就要等下一代的人工進去的錢 你就拿那一筆錢來用 那就要看看高個地方的出生率高不高 如果那個地方的出生率是低的話 就有機會入不敷資 有機會這個老人家是會爆煲的 拿不到的 這個大家要小心點的選擇 當然他也會說回包包底先 投資的選擇並不是適合每一個人的 你自己評估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就定出最好的計劃 好了 我們簡單叫做做了幾題的問答 大家看到AI對答的能力是非常之高的 而且他們的建議都是比較忠狠一點的 如果大家還沒開帳號 當然你也可以試一下去查GPT 開帳號去玩 它是免費的 其實有很多問題上 他可以給你一個建議 如果那個答案你覺得不容易 他還可以多答一次 你可以選擇多一次的對答 他可以多答一次問題 就看看答案會不再適合你聽 今天就一起玩到這裡 如果將來還有多一些關於物業市場上的資訊的分享 我就會再為大家分享 記住訂閱我的頻道 按個like和share出去 我們下集就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拜拜